面對凱旋苑租金正義延燒 侯伴上週端出青年租金補貼方案 強調8日開放受理申請 但民進黨召開記者會炮轟 這根本是騙局 他聲稱他是開放給我們這邊住戶的人 住在我們這一棟的人 不是開放給所有的學生 所以侯友宜你在徵校耶嗎 質疑侯陣營對外說法和真實情況完全不一樣 民進黨更秀出 學生和凱旋苑管理人員對話英黨 管理人員不仅態度略顯不耐 還再三強調只有原本的凱旋苑住戶才能申請 看房子入住的時間也都得等到大選結束 那什麼時候可以入住 我們的房租呢 還是按照當作一定的價錢 那就是你要付給我們公司一個月一萬六 幼玉的五千是他會另外給你 跟我們沒有關係 特地強調補助屬於幼玉公司 跟凱旋苑院完全沒有關係 但民進黨則指控 幼玉根本是空殼公司 幼玉公司根本沒有網站 第二 幼玉公司去經濟部商業師等等的網站去查 幼玉公司連代表號都沒有 幼玉公司查不到電話 我們明明就知道這是一個空殼公司 難道任美林要公布他本人的電話 申請管道 我們在1月5號就清楚對外說明 是幼玉公司的電話跟email 不但想要拉學生當擋箭牌 甚至要求侯友宜太太公布私人電話號碼 秀下線沒極限 選戰鬥鼠侯友宜的凱旋苑爭議 持續成為攻防焦點 三例新聞由家衛錦若與台北